在博物馆里吃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餐厅 它是时光驿站 是文化和美食交织的博物馆 古色古香 砖瓦间流淌的是千年晋商的传奇 而门飞之内正以一种静默又热烈的方式 唤醒人们尘封的记忆 这里的每一道菜都是一个 生动的故事载体 它们融入了山西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底蕴 这道菜就是我们山西的非以美食过油肉 它的色泽金黄 而且口感是外酥里嫩 它里面融入了我们山西人对醋的情有独钟 所以里面它也添加了一些醋 这道菜源自我们的明代 它是我们明代的宫廷御膳 现在被称为三进一味 这道菜的菜名就是当年慈禧老佛爷在乔家避难时候所赐的 它叫做乔家牛肉小窝头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 是因为慈禧当年想在乔家借白银以供他西行 于是家厨就拿出这个白面做的窝头想来糊弄这个慈禧 没想到慈禧吃了之后是赞不绝口 它以独特的粗粮制作加上肉面结合的方式流传到了今天 40里油面30里高 说的就是人们吃了油面可以走40里的路程 这道油面靠姥姥它有牢靠和和睦的寓意 每逢亲朋欢聚团圆的时候 我们总会以油面靠姥姥招待大家 油面靠姥姥用它热烈而又淳朴的姿态 展示了山西独特的代客之道 这道糖醋丸子的灵魂啊 就是咱们山西的老陈醋了 醋的热烈和糖的甘仪交织在一起 田中带有一丝酸楚就恰似我们的人生百味 这里更让人意外的是 可以边吃饭边看精彩的表演 山西历史故事舞台剧 山西民间飞翼表演 各种特色互动表演 舞台不大 演出却足够精彩 这是一个博物馆 也是一个餐厅 更是山西人会客的地方 探秘醉山西 我在这里等你 我们下期待 zehn時間钟 mo3 3 2 3 1 2 2 3 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